罷免的都是仇恨动员 罷免跟选举都一样 都有人在背后操作 不是民众的仇恨之 我认为是政治人物的仇恨之 像叶元芝 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在他身上说 是因为他的选区只赢 对手一点点他有可能没拉下来 或者是他常常在媒体曝光 他仇恨之我不知道高不高 我是觉得是 有没有人要发动把这个人罷免 这才是重点 遇到罷免案的时候 就是在认同问题上面 在仇恨问题上面 不要跟地方选民畅谈掉 黄国昌 蔡振元 黄杰 林长佐都被罷免过 都失败 我觉得像吴思瑶就很危险啊 那个票只要有人发动 吴思瑶这个仇恨值那么高 他有可能会被拉下来 单独针对一个委员的罷免 其实那个投票率是低的 当国民党也拉了民进党 蓝绿火拼的时候 他的投票率就会拉高 会把那些激情冲到最高 这时候立法院真的会变天 有很多立法会莫名其妙说 啊 我怎么莫名其妙就被拉下来了 以您对卢市长的了解 您认为他对2025的主席 甚至是2028年 您觉得他的打算如何 极有可能会变成 我们台湾的第二位女种 哎呦 看起来卢秀燕如果他选 应该是他机会最大的 第二胜问应该就是朱立伦 第三次侯友宜 另外一个变数隧道是 五权宪法的架构 其实也是奠基在 三权分立的架构之下 听你这样讲 你也不赞成立法院 成立一个特征组啦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千千万万 我就该听他讲这话 我最怕的就是 是把监察权送给的立法权 怕死人